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一战比赛并没有能够如期进行 而今年我想对于许多在台北的这些花式撞球的球迷朋友们 大家终于可以一保眼福在眼前来欣赏这些花式撞球的高手的比赛了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场八强赛事 我们看到是Antonio Gabica要对上的是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郑融合 而在我的身边的仍然是我们的球评撞球博士张文炳教练 我是常富宁 马上要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带来这场精彩的比赛 在现场呢今天的主持人由我们美丽的Georgina小姐来担任 那么他首先要介绍的是Gabica进场 Well our next player comes from Korea He's the 2002 Busan Asian Games silver medalist Please welcome Joh Yanghua 郑融合来自于韩国的选手 我相信很多花式撞球的球迷朋友们对郑融合呢应该是相当的熟悉 Referee for today's match is 王芳红 而今天的裁判先生呢是来自于台湾的裁判先生王芳红先生 当然了两位选手在比赛之前呢照例要由比球开始来进行起 好 两位选手先礼后兵 握个手 在右边的呢就是郑融合 在左边的呢就是Gabica 好 好像应该是郑融合啊 好像比较靠近台边 哎 结果裁判这个方先生 这个说这个Gabica啊 这个来自菲律宾的选手获得了先攻 各自矮矮的啊 但是我相信他的冲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门 过去比较少看到Gabica这个选手在电视转播当中出现了 对 在过去还没有见过啊 那么待会我们就可以见识到了 之前啊 这个9比3一个悬殊的比数打败了这个日本的选手 日本选手川端聪呢在一开始呢 虽然是9比6打败了来自于香港的选手欧志伟 但是呢在第二轮的比赛里面就是刚刚教练所提到的 碰到了Gabica这个选手中间大家差距有6局 稍微又多了一点 对 这个有时候啊 这个冲球如果说冲的不理想的话 这个差距很容易拉到 来看看八强比赛的第一场 Gabica的冲球 好 固然没错啊 非常的大门 但是母球 哇 及时刹车 而且手气也不错啊 一号球进了 然后二号球停在中备的前面 我们先重看一下这一次的冲球 好 一号球进了中袋 母球的运气还不错 停在底袋口 那么二号球还可以来保中袋啊 相当的薄 母球看看是不是两颗星出来啊 好 碰到了四号球啊 这可见了他这个球打得太厚了啊 如果说打得薄一点的话呢啊 这个说不定啊 说不定四号球会碰得比较薄一点啊 碰得比较薄一点的话 这个母球就还有 还有那个能量啊 回到回到球台的上方去 但是碰得太厚了 所以说现在停到了下方 三号球 这个球要进攻啊 这个非常非常的困难 有可能做个安全球 好 做了一个简单的安全球 看看有没有掉到球 好像掉到了啊 一个非常简单的安全球啊 所以说有时候啊 我们在做安全球的时候 其实也不用考虑那么多啊 这个 这个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可以来做成一个相当简单的安全球了 好 我们看阵容盒 选择右晒剁干 好 打到 但是放枪死了 摇摇头 对自己的这个 这个解球 这个不大满意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剁干 这个刚好是碰到整个球 好 但是这个球啊 这个要做四号球的话啊 看看中干 中干 左晒啊 绕这个左下角出去 好 果然没错 我们看了一个中干 左晒啊 绕了 绕这个左下角 三颗星出去 做到了四号球 简单的拉干一颗星出来 这拉干稍微拉强了 那么现在 五号球保中带 母球 又要走三颗星了 或者说直接拉干一颗星出来也可以啊 看看他这个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六号球的底带啊 这个稍微有一边是被挡住了啊 所以我们看他左三颗星 好 做到了中带 力道差一点点不够 好 左晒拉干 我们看他这个碰颗星 两颗星出来 好 我们看他是选择的右晒 我们看他刚刚的干法 好像是下左晒的样子 结果打出来是右晒 从这个母球走的方向啊 对 很明显的是右晒 好 那么现在这个七号球 角度做得蛮大的啊 看看这个母球 有没有办法 kiss到九号球 这下一点的左晒 kiss九号球 哎呀 没kiss到啊 这左晒下的不够 没有kiss到 没有kiss到的话 现在这个球 看看 当然要掉球是相当的容易啊 当然如果说不想掉球的话 可以考虑贯中带啊 但是贯中带这个球角度非常的大啊 所以说 我再想这个 嘎比卡可能会选择掉球 好 果然没错 选择掉球 相当好解的一球啊 但是问题就是说 解到之后会不会放呛死 所以这种球 说好解啊 是打到球非常容易 但是要解成安全球 是非常非常难啊 对 当然最理想的就是说 刚好解到包球啊 然后把这个八号球 送到球台的上方啊 然后母球呢啊 这个可以留到球台的下方啊 要不然的话就是稍微解厚一点点 让这个八号球 碰右边的颗心 然后再弹到球台的上方去 啊 这个两种 两种方法啊 看看 当然就是 看你这个母球 解到这个八号球 可以解厚还是解薄 好 我们看他这个 有点想解净中袋的意思啊 但是解过头了 哇 这个母球落袋的话 就什么都没了 这球运气不好啊 这走了 走了两颗心之后 母球落袋 至于我们看到 Gabika 九号球很轻松的打进 因此我们看到呢 成功的防守呢 在比赛当中呢 仍然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 Gabika呢 正式先以1比0 在这一场 也就是八强赛事的 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场九局的比赛里面 暂时取得了领先 那么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Antonio Gabika 这位来自于菲律宾的选手呢 他的胜利亚洲九号球 巡回赛的奖金呢 仅仅只有2000块钱的美金 另外呢 在积分上面 也只有30分 那至于正融合 我们看到呢 这位右手持肝的选手 世界排名第9 那么在香港战的时候呢 是打到第二轮 那么在这个 过去的 这胜利亚洲九号球 巡回赛的 这个成绩呢 也都不太差 那么这几年来当中呢 最好的成绩 应该是2002年的 釜山亚运 我们先看到 这是正融合 在前面的成绩 对 这上次一轮 是打败了这个 来自台北的郭伯成 然后在第二轮 是打败了越南的选手 伍中凯 对 但是这伍中凯 这个在第一轮的时候 把赵宫帮给淘汰掉 对 抢尾菊 好 我们来看下 这个中央的冲球 以好球进了 然后二号球也进了 七号球也进了 所以说现在的目标球 跳到了三号球 但三号球 近代的路线 被六号球给挡住了 那这个球当然了 这个 如果要进攻的话 当然就是 灌这个右下角底带 那如果要防守的话 这个可以考虑 用这个六 母球 推薄球 然后母球一颗星 推到六号球的上面 我们看可以打到整颗 可以打到整颗的话 当然了 就可以利用六号球 直接掉球 好 做了一个漂亮的防守 那么现在看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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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解球了 克力宾选手们的这个 科兴的观念 解球的功夫呢 在我们的了解里面 应该都是具有相当水准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正容和 这个球 由于可以打到整颗球 所以说呢 这个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定杆 这个就利用六号球掉球了 好 好 卡比卡选择了三颗星 解球没解到 好 这样子一来 正容和 哇 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四号球啊 这个 这个好像 对正容和来讲 好像整个台面突然变得非常简单了 对 原来刚才三号球送到这边来 是有阴谋的 好 看看这个四九的组合球 相当好打的一个组合球 这四号球稍微打薄一点 一开始的两局比赛 有非常巧合的一个地方 两位选手都是通过了防守 对 为自己争取到机会 那么 那么卡比卡跟正容和两位选手之间呢 仅仅只有一岁的差距 卡比卡出生在1972年 正容和呢 出生在1971年 那么卡比卡呢 也是右手持甘的一位选手 那么在2002跟2003年的东京 JBC九号球公开赛里面呢 都取得了冠军 相当有实力的位选手啊 结婚三年 那么有一个小孩子 他的偶像呢 是Efer Reyes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东京公开赛啊 是奖金很高的一个比赛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卡比卡 光是靠这两年的 这个这两场的比赛 生活就是无忧无虑的事 我们看到卡比卡在前面的这个成绩 那么 卡比卡呢 一开始呢 碰到黄福元 这位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选手 9比3获胜 接着下来呢 是9比3 打败了川段聪 好 好 那么现在单数局啊 这个又轮到了 卡比卡来冲球 冲球非常的有力啊 虽然说个子不高 但是冲球也很有力量 哇哦 这个好像好像火山爆发一样 对 好像在这个我跟教练一起转播的胜利9号球巡回赛中 已经好久没看到母球跳起来了 对 看到这个四号球直接进带啊 哇 这个冲球非常的有力啊 所以说一般来讲啊 这个想要 想要这个冲球冲的有力 而且母球又要控制的好 哦 这相当的不容易 好 不过 一号球啊 看看有没有办法打到整颗 可以打到整颗的话 就可以拉杆拉到右边 好 大概只能够打到保球 想要做安全球 但是留下了一个远球的chance 好 这样子一来的话 又留给了郑荣和第二次的一个组合球的机会啊 我们看到现在是一号球 一号球可以来直接进带啊 待会我们如果有机会照到圈台的话 注意看一下这个二号球跟九号球的关系 好 先打这个一号球 让母球回到啊 这个最好是低杆走两颗星啊 但是我们看他选择的推杆啊 选择的推杆的话 可能角度比较不好控制啊 这个最理想的角度就是说 你打拉杆走两颗星 走到右边的中带的附近 那这样子的话 二九组合球的角度就会比较理想啊 那现在可能要用开轮打击了啊 我们看他的母球 哎 好球啊 用母球来提起这个 这个连续两级啊 这个郑融合都领得相当的轻松 一点没错 郑融合2比1战时领先了 Antonio Gabica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待会我们再回到台北战 这场比赛呢 怎么搞的呢 让对手呢连续两局打得这么轻松 对 对 比卡有点想不通 所以这场比赛呢 到目前为止进行了前三局呢 由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郑融合 现在在台面上准备冲球 他取得了2比1的领先 好 郑融合的冲球啊 这个力道也是 这个非常的用力啊 我们看到 8号球进了 但是 1号球也是一样啊 这个并不是很顺利 我们看到 8号球也是直接进带啊 1号球 有一个1期的组合球啊 这个他的 在这一方面的运气 比这个Gabica稍微好一点 哇 蛮直的啊 这个蛮直的就是一个相当好打的球 好 2号球在中带的旁边啊 这个1号球 推杆啊 这个 两颗星出去 来做2号球的中带 力量要够啊 因为3号球在下面 差一点点力量不够啊 这个力量不够的话 做3号球就麻烦了 嗯 我们看到了 3号球在最下方 对 所以说你刚刚如果说2号球 1号做2号力量不够的话 做3号球就麻烦 就很麻烦了 好 这个球如果是直球的话 可以考虑直接拉杆啊 来做4号球的中带啊 有点角度啊 有点角度也是一样啊 拉杆2颗星出去做中带 好 定杆就可以了啊 定杆 这个5号球的做成一个 有点角度的球啊 可以2颗星回去来做6号球 6号球 6号球在目前画面最上方 那么这个根据我们对郑融合的了解啊 他的英文讲的蛮不错的啊 所以他这个出国比赛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 而且他还会讲一点中文啊 是 他这个 这个 常常来台北比赛啊 所以说 这个中文也讲的不错 一点都没有错 那么不止郑融合是如此 这个普兴英的中文讲的也非常的溜 对 好 一次完美的冲球 对 郑融合啊 现在3比1领先 来自于韩国的郑融合 目前呢 取得了3比1的领先 郑融合呢 在今年的新加坡战呢 打到第三轮 越南战呢 第一轮就出局 香港战是打到第二轮 这是他们签列三战的成绩 前面这几局比赛 好像卡比卡的运气 并不是太好 对啊 当然最主要还是说 他在这个之前的一个 一号球的安全球啊 这个做得不大理想啊 这个 这个是目前 这个比数会 差两局的一个 最大的关键啊 就是一号球的 一个安全球 虽然落后 但是呢 还好比赛还在 初期的阶段 卡比卡仍然还有 很多的机会 对 这个像这种 轮流冲球的制度啊 这个越到后面啊 这个关键性越大 再来欣赏一下 安特尼尔卡比卡 他冲球的力量 哎呀 母球危险 哎呀 这样子一来的话 哎 是二号球 又滚到九号球前面 对 好 不过这一次啊 这一次的这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球啊 这个母球 控制的不大理想啊 这一次 直接近带啊 这个没有 没有完全 被其他的子球 子球给碰到啊 所以这只能够怪这个 自己 没控制好 好 这一次啊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 二九组合球 就没有那么好打了啊 所以说 这个母球的推杆啊 尽量推直一点 哇 推的太少了啊 稍微少了 差不多 五公分左右啊 好 看看准度怎么样啊 看看准度怎么样啊 这个当然他 这个球如果说是直球的话 当然比较好打啊 有角度的话 要靠准度了 二九组合球 再一次做尝试 果然没劲啊 不过我们看他还保留了一手 自己点点头 哎 这一号 这个二号球打的还不够薄啊 我们重看一次啊 打的不够薄 如果说再薄一点的话啊 再薄个差不多 一厘米啊 这个九号球就进了 如果还好啊 保留一手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啊 像这种组合球 一定要做直一点啊 做的不直的话 基本上来讲 都是蛮能打的 好 哇 漂亮 这个卡比卡的解球 哇 漂亮漂亮 这球解的没话讲 哇 这个球对 重任何来讲 非常非常难解 好 再重看一次啊 哇 让个心解到球 解的非常漂亮 哇 这个球要让正荣和相当上好精了啊 这个球 下左赛 下左赛一颗心解球 解的很用力 母球 母球小心 哎哟 运气不错啊 压压头 好 我们看啊 左赛下得非常的强啊 好 那么先来看看一号这个二号球底带可不可以过啊 过不去啊 虽然说可以打得到但是过不去 过不去的话现在看看卡比卡啊打薄球 做安全球 打得很薄很轻 想要利用九号球来调球 但是母球跑出来了 母球跑出来的话 当然了啊 现在正荣和可以考虑啊 用四号球来调球 好 打得很轻啊 好 不但用四号 而且还用九号啊 用两颗球来调球 哦 这两位选手一开始啊 这个 这个已经有好几局都是一个安全球的较量 对 好 一颗新解球 哎哟 没解到啊 这好像卡比卡今天第二次没解到球 嗯 刚才想讲的就是感觉上好像这局比赛这二号球就是一个关键 嘿嘿对 好 拉杆横台啊 这个一定要摆个角度 拉杆横台 好 因为三号球在球台的上方啊 所以必须要拉杆啊 这个 拉回去 好 母球蛮靠近台边的 不过还好 四号球在左边啊 所以说这个球 母球靠台边的话 倒没有什么影响啊 因为 因为四号球在左边 如果说四号球在右边的话 这个 这个母球贴的台边就影响就很大了 好 轻轻的薄进 这个母球的自然落 自然路线 好 拉杆回去啊 来做右边的五号球 这四号球拉杆的力道 对要注意啊 这个拉得太强 说不定会进中带 好 好球啊 好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啊 这个六号球可能要来做左上角底带了啊 或者如果说是拉多一点的话 当然它 会做到右上角底带啊 看看它这个 拉杆力道的强弱 对 拉得蛮用力 好 还是一样做到左上角底带啊 那么这个球当然就是直接推杆啊 直接推杆母球 有可能会碰到八号球啊 那碰到八号球的话就更理想啊 因为这个球你打推杆的话 母球会碰到八号球碰到薄薄的 碰到薄薄的之后呢 母球又往 往下走 往下走的话这个 这个 七号球的角度会 会变得更小一点 没碰到 没碰到 现在七号球角度稍微大了啊 当然它这个就靠準度了 母球推杆啊 这个 有可能会推到 8号球跟9号球的中间啊 有可能会横抬两颗星啊 这个走到走到8号球跟9号球的中间 哎呀 要靠準啊 但是 不准就完了啊 裁判检查一下 7号球有没有靠近台边啊 不过话说回来啦 像 像这种球你说 你说要 想要存心犯规还真的很不容易 呵呵呵 好 看看嘎比卡啊 这个要不要来灌球 要不然的话 蛋了 好 选择做安全球 母球啊 母球啊 哎呀 怎么搞的咧 哇 这个运气真差 力量太大了啊 这个打的力量太大了 哇 这个 呵 这种盒 这个 这种球可以捡得到啊 这个 这个运气蛮不错的啊 可以捡到这种球 真的运气不错 这种球怎么可能洗澡呢 呵呵呵 哇 这样子一来 比数啊 又 又加大了啊 但是真的是 跟教练刚刚所说的一样 想也想不到 刚刚那个球 居然母球会落袋 我们看到 坐在位置上的嘎比卡 低头反省 九号球很轻松的打进 目前呢 郑融合的领先差距有三局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马上再回到精彩的 八强赛事当中 好 那么在 郑融合这一方面呢 要继续准备的在第六局来冲球 今天的比赛呢 是由我们的撞球博士 张文炳教练以及我常复您一起在台北站为您带来的比赛 好 郑融合啊 这个母球控制的不错 一号球也进带了 一号球不进的话就更理想了啊 现在看看这个二号球啊 我们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冲球 九号球被撞到旁边去 八号球直接进带 一号球一颗星之后也进了底带啊 然后二号球滚到了台边啊 换句话说 这个一号球如果停在带口的话就更理想了 那么现在看看 好 利用球堆来吊球 有办法有没有办法躲到四号球的后面 哇 力道一百分啊 这不止一百分啊 可以再多加个一分 好 哇 今天这个安全球的大战啊 这很明显的这个 嘎比卡好像占了下风啊 诶又没解到啊 又没解到啊 真的是占了下风 哇 三次没解到球了啊 三次没解到 加上刚才一个母球落袋 对 今天真是失误连连 对 这个 昨天好像打得还不错啊 那今天 碰到的阵容和 好像施展不出来 这一切好像都是从这个一个 一号球的这个安全球失误开始 是 所以现在在气势上面 绝对是正如和稍微占了上风 对 没错啊 这个 正如和目前我们看他这个安全球的 的力道啊 吊球的力道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理想 好 小拉一点点啊 做到了左边 四号球的角度 好 如果是个直球的话 当然了啊 这个简单的定杆 五号球做右边的中带啊 好 轻轻的定杆啊 母球 轻轻的碰一颗星弹出来 好 干脆就拉杆做同一个带 更保险一点 好 小拉一点回来啊 这个缩短距离 这种和个子的其实并不是太高 所以这种球对他来讲稍微有点困难 对 不过 不过这种球 除非说你是用左手来打了啊 要不然的话 一般的右手打者来讲 这个球 没有办法直接打得到啊 不过 像刚刚这种球 很多选手会用左手来打啊 不过我看到正如和他还是 用加干器打啊 蛮小心的 好 这个 这样子一来的话 这个 卡比卡要追 啊 越来越困难了 对 从刚才1比3 我们说比赛才是初期还有机会 现在已经到了中期了 对 好 退干两颗星回来 9号球 几乎是个直球 这9号球一打进 圣荣和又把这局给拿下来 看着旁边的这些飞里宾战友们 好像大家都很替卡比卡担心 但是无奈得很 现在呢落后的四局之多 正如和呢 目前呢 在这个 聖地亚洲9号球巡回赛当中的积分排行榜上面呢 还在了第10名 所以说呢在目前的整个成绩 还有两战要进行的情况底下 其实还算是不错的 我们看到三位菲律宾选手啊 我们所知道的这个Kiamco已经把这个Adam给淘汰掉了 所以右边的Kiamco已经进入到了八强 对 在旁边呢还有非常年轻的这位菲律宾新生代的好手 Cortezza 现在真的是需要一局好球的时候 对比卡来讲 对没错啊 这个看 这个冲球啊 虽然说冲得很大门 可是母球还是要控制一下 所以干脆换到另外一边来试试看 1号球进了 我们看到冲球还是很用力哦 2号球滚到了带口也进了 所以说现在的目标球直接跳到了3号球 1号2号进了 我们2号 走了蛮远的路程 对 绕了球台一周回来 好 3号 包球 4号也在洞口前面 哎呀 3号球蛮好打的球呢 哇 还好掉球 哇 这个3号球竟然打不进 我在想他这个啊 可能有点太紧张了啊 他这个球为什么会打不进呢 因为我们看他这个球 母球下了一点点的左赛啊 那么 可能太紧张了 所以说啊 所以说这个在 这个在薄这个3号球的时候 他下了这个左赛 结果忘记调整 忘记 哦 这个因为我们在过去常常提到啊 这个 下赛的调整啊 有这个平行法跟交叉法啊 那有时候你忘记调整 就是直接就用平行法了 有时候忘记说 啊 要稍微交叉一下啊 所以说打出去就变太薄 好 看看 哇 今天这个 这个 正融合的这个安全球 力道实在是百分百啊 没话讲 很多球呢 他的防守都最后行前的掉球 对 这力道真的是啊 那今天这个力道控制的相当的不错 好 右赛啊 看看是要直接 剁干呢 还是说要一颗心 好 直接剁到 直接剁到 但是可以打得到 说不定还可以打进呢 说不定还可以打进呢 我们待会看看这个镜头 好 没错啊 就是这个镜头 真的是可以进 哇 今天的嘎皮卡真的是吃变 而且四号球又在下面 在来自然做 标准的自然做球 完全不需要多加思考 对 非常自然的球形啊 所以 所以有时候啊 这个九号球比赛 你说技术在怎么好 有时候还真的得 靠点球运啊 非常同意教练的说法 好 拉关回来 哎 好像拉少了啊 好 拉少了 看看 要不要来打底带 或者是说 薄中带的话 就必须要一颗心怀了啊 但是我是觉得 好像底带是比较理想一点 打底带啊 母球 小拉一点点 拉个 拉个十几公分都没关系 我们看他还是坚持薄中带啊 那必须要一颗心怀了 哎呀 哦 这可能会是一个转类点哦 对 有可能啊 这个球其实 所以阵容和他心里面的想法 总是想说 这个球 每一颗 每一颗球都要做得很好啊 但是 但是你本身有这个 有这个中距离准度的话 其实个人就不要去想那么多啊 有时候你想的太多 反而 反而啊 这个这个不好 在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 这整盘的九颗球里面啊 必须要做得最好的就是这个 最后一颗九号球一定要做得好 对 前面几颗你稍微说做得差一点都无所谓 但是九号球一定要做好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一般来讲 常人啊 你打到九号球的时候 这个手都会开始抖 所以说你九号球最好是做好一点 要不然的话 这个大部分的选手 打到九号球 说这个就算是很好打的球 手都会发抖 所以说在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九号球要做好一点 但是其他的球 你不需要去勉强 做到就是说 在你射程的范围 而且角度对 这样就好了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九号球 毕竟在一场九号球比赛当中 最重要就是这个球了 对 没错 九号球一定要做得好一点 所以已经有好久一段时间 没有拿下局数的 Gabika终于在这个失误之后呢 拿下他个人的第二局 现在双方呢 差三局 那么比赛进行了七局之后 两位选手要稍微 暂停休息一下上个厕所 那么我们也在这边进一段广告 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在广告之后 继续留在我们精彩的比赛当中 这边还是比赛的 好 那边还是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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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住自己的发球局 郑融合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 现在郑融合还暂时保有领先的优势 所以说自己的发球局还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冲球 进的是三号球 我们看这个三号球进得非常的缓慢 那一号球 利用中间的球队来掉球 这个防守的都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进攻的时候 这个可能在观念上有点误差 2号跟8号的中间是不是可以穿过去呢 哇这球很不好解啊 我们看这个六号球 还可以过还好 我们刚才以为相连 相连的话就很不好解了 好这次终于解到 但是哎呀 滚到了带口 今天这个 这个芭比卡的解球的手气 好像不怎么样啊 要么就不是解不到 要么就是解成呛死 对 再来看看 不过教练您看现在二号球的位置 一号做二号会不会有困难呢 哎稍微有点困难啊 这个球 看看打薄一点啊 中肝回来 好看来下了 下了右赛 因为一般来讲像这种球啊 在新台步 如果说你打的太厚的话啊 这个母球没有办法弹回来啊 所以你必须要打薄一点啊 稍微打薄一点 然后换句话说 刚刚那一号球 稍微偏一点带啊 打薄一点 这样母球才有那个能量回来 三号球已经进了 所以说这个球啊 下点右赛 这个一颗星 弹到左边来 好 四号做五号 哇 又是一个难题 四号球蛮直的啊 好 看看拉杆回来啊 做 做这个五七的组合球 当然了 这个球 拉杆的力道啊 当然是 五七组合球 但是做的越直越好啊 因为我们 之前就讲过了啊 这种组合球 最好是第一颗球的角度 最好是 哎呀 我还没讲完 四号球 没劲 但是 哇 哎 有这种事情 时间差打击 还在比划 赶快争取时间吧 还在比划 哇 这嘎比卡 看不下去了 快要吐血 可是现在五号球 来看看 好 我们看 哇 这球 架干没架稳啊 所以说出干歪掉了 这个 这个 不过 最有趣的还是 其实我认为 该重播的是 刚刚 嘎比卡的表情 应该重播一下 哈哈 哈哈 好 五号球 还可以打得到 但是 有可能没办法进了 啊 好 做个安全球 哇 进攻不怎么样 防守倒是 相当的好 对 所以我看 今天万一 万一郑荣和 如果说赢的话 这个 就是 就是成功在这个防守 对 进攻可能要稍微扣点分 防守 是绝对要加分 对 好 两颗先解球 哇 又没解到 又没解到 就没办法了 那以 以嘎比卡 今天的表现 到现在 防守要扣分 进攻可能要扣分 对 哇 几次没解到球了 哇 这场比赛 到现在为止 已经 四次了吧 三次来四次 没解到球 哇 这个比例也太高了 百分比太高了 六号球在带口 当然也不需要 特别的来做球 这个 好 简单的一颗心 把 弹上来 八号球 当然是做中带 好 推干两颗心 出来 做中带 所以今天 正融合啊 这个 进攻虽然不理想 不过还好啊 这个防守 都是防守的不错 所以今天 这个 这个 嘎比卡 可以说是 我想他心里面 一定满 哦的啊 有点 刺鼻的感觉 这个发挥不出来 九号球打进 这局呢 虽然经历了一点 小风小浪 但是 正融合还是取得了 这局的 最后的胜利 也使得现在呢 双方的局数呢 来到了 又是四局的差距 跟前面是一样的 那我们在 九号球的比赛之中呢 常常提到 在这个 比赛里面呢 冲球呢 可以说是在 这场比赛里面 占了很大的一个 决定胜负的一个 比例 但是在今天 这场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了 完全不一样的 一场比赛 也就是在防守方面 倒是决定 今天这个比赛 到目前为止 四局差距的 最大的因素 没有错啊 这整个防守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正融合啊 今天在这个 力道方面 控制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 那么在这个 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呢 Jojina小姐呢 顺便也带我们 到了这个 台北市当中的 一些著名的景点 来参观 其中呢 我想 原山大饭店 我想是 每位来到台北的 这个观光客们 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这种借助物呢 从以前到现在呢 还一直很努力地 保有了它原来的风貌 我想这就是 它最大的卖点 正融合虽然是领先的 不过我想 前面的 一两次的这样的失误 包括了四号球的 时间差进攻 都要让它自己 好好的再检讨一下 对 这个 在 这个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都是赢在防守啊 所以说 这个进攻还是要特别小心 好 那么现在 嘎比卡啊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顺手 看看 现在啊 落后四局 有没有办法追回来 好 一号球进了 八号球也进了 二号球 哎呀 好像 底带好像过不去啊 那如果要进攻的话 看看要不要来一个 二七的组合球啊 中带 九号球 顶他带口前面 好 注意看一下 这个二七啊 要不然的话 就是打掉球啊 这个球 要掉球 也是蛮容易的 要进攻的话 母球拉杆 利用四号球来挡住母球 好 果然没错 二七的组合球 但是 哎呀 这手气不好 好 现在想办法来掉球啊 好 看看 有没有办法掉到球 好 好球啊 终于 终于获得了一次 一个 一个防守的好机会 对 好 那么现在 当然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二七组合球 母球 利用四号球来挡住母球 但是挡得不够理想 而且 这个二号球 刚刚的二号球的位置 也不大理想 不过 还好啊 倒是一个掉球 蛮好的位置 所以说 现在轮到了 正绒合 来解球 哦 再考虑一颗新的路线啊 想要解禁 哇 想解禁啊 看看有没有办法解禁 哇 这个可能要拉干了啊 哎呦 差一点点了 哇 打的这个这个进攻的欲望 相当的不错啊 这个 这个 意思已经到了啊 对 用英文来讲 是一个good try 对 很好的尝试 这个 台湾话叫做 哇 好 底带 推杆啊 就可以做到 三号球的中带 我想这个 对嘎皮卡来讲啊 这是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 刚刚的解球啊 差一点点啊 非常可惜 如果 正绒合 刚刚那个 那个那个拉杆 如果说小拉个那么一点点的话 说不定就进了啊 好 这个 当然那对 嘎皮卡来讲 这是相当好的一个反攻机会 一颗新回来 做到五号球 对 上方底带 这个 剩下这三个球都非常简单的啊 所以 阵容盒啊 这个 还是得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这一次 这一次 就是这样子 帮 盖比卡呢 能够拿下 他个人的第三局 正绒合 虽然只差三局 就可以获得 这场比赛的胜利 晋级到 卷决赛 但是呢 在 比赛还没结束之前呢 一切可以说都是还蛮难说的 正绒合在今年的 在胜利亚洲九号球前面三战的比赛当中 只有 在新加坡站曾经打到第三轮 也就是八强的比赛 再后面就没有去过 所以说呢 今年还不太晓得 胜利亚洲九号球的准决赛什么滋味 对 所以如果说这场比赛啊 这个 关键的话 我想啊 这个还是 之前 正绒合啊 在休息之前的 的那一局啊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关键 因为基本上在那一局之前 正绒合没有出现什么重要的事 对 没错啊 那个 一个中代 中代的保球啊 这个 可能对这整个比赛的影响非常的大 好 那么当然了 现在这一局的冲球 对正绒合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啊 要不然的话 这一局如果说 再被 嘎比卡拿下来的话 可能就相当危险了 好 母球控制的不错啊 这个黑球进了 二号球也进了 一号球可以来灌中代 但是三号球在球台的上方啊 所以说 基本上来讲 这位置还是不大理想啊 来看二号球是被三号球给碰进 对 三号球在球台上方啊 所以说 这个球 当然它灌中代是并不困难啊 但是 但是你一号球灌进了之后 要做到三号球啊 这个 没有办法说做得很理想 所以说 还是选择做安全球 这种盒 还是使用了他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最吃香的一个部分 就是防守 对 好 如果说要解一颗 好 选择跳球 哇 这个 要从九号跟五号的这个中间啊 要跳过去 哎呀 现在这个球为什么会跳不起来 对 完全没跳起来啊 这个 这个球啊 我在想没掉起来的最大原因可能是他的状点啊 可能状点打得太太上面了啊 所以刚才这种和最后的决定是对的 对 防守 哎 他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正融合的调球啊 都这个 都是蛮成功的啊 好 这一局如果正融合拿下来的话啊 这个 可能前面的这些失误啊 都可以 都有机会勾销了啊 因为这一局非常的重要 这一局对正融合来讲 拿下来的话 几乎是赢了一半了 好 注意一下这个6号球啊 这个母球 不管做什么角度啊 母球千万不要贴的台边 只要只要母球不贴的台边啊 这个任何角度都有都可以做到7号球 保球打进母球回到球台中央部分 好 推干一颗星回来 好 母球有点贴的台边啊 这个球小心的瞄准 小心的来打 好 没问题 球要球打进了 现在正融合呢 等于说是定性网已经吃下半个了 7比3 领先四局 各位观众朋友们台北战的比赛 八强赛事的第一场 目前呢 正融合是7比3 领先了四局 他的对手是目前在冲球的安托尼 盖比卡 来自于飞宾的选手 好 把比卡的冲球 第一时间也是有球进了 而且一号球 形成了一个大呛死 哇 他这种冲球 如果 早一点来的话 可能现在比数不会差那么多了 进的好像是三号球 对 而且我们看到一号球的位置啊 非常的理想啊 好 好 直接拉杆回去 好 但是 哇 台面还有个五号球啊 这个 五号球 看看是不是来做罐球啊 做一个罐中带的角度 要不然的话 这个是 要不然的话 这个四号球的角度非常重要啊 这个 让这个 让这个母球可以推干推到 七号球跟五号球的中间啊 这两种做球方法 好 看看是做罐球 还是 做这个 五号球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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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边的底带 因为现在四号球的角度 我们还看不大出来啊 稍微有点抬高杆尾 好 要增加角度啊 这个 因为刚刚四号球稍微做了 稍微太直了 所以说 抬高杆尾啊 一个中杆的 一个用力打 增加母球的角度 好 包底带 6号球在上面 做球不成问题 好球 啊 这球 5号球打得满准的 剩下6 7 8 9 应该都不会太难 好 拉干 做同一个带 好 再拉干横台 轻轻的推干 做到9号球 发生什么事啦 哇 这个球要吃到赛了 这个球打出去的时候 不想要莫名其妙的吃到赛了 哇 这个 这能够摇摇头 我们看啊 这个产生了不规则的旋转 哎呀 这个法比卡雪上加霜啊 这样子一来 阵容盒 哇 听牌了 教练一般来说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大致上哪几种可能呢 这很难讲啊 这个有时候 第一个啊 就是出竿不够平顺啊 那么第二个 有可能原因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母球上面的 这个张点 刚好就是碰到子球的那个点 哦 对 也有这个可能啊 所以说 哎呀 这个运气很不好啊 哇 这个 哇 真的是雪上加霜 这个 所以 这样子一来的话 这个 这个胜利对这个 阵容盒来讲 可能是 比预期的还要早到来 的确 原本呢 是可以 形成4比7的比赛 结果没有想到 变成了8比3 中间一来一去呢 也要散2局 对 所以下一局呢 郑融合的冲球局 假如说能够冲出一个漂亮的球形的话 这场比赛说不定就要结束 对 那阵容盒也可以打进4强啊 这个可能是他这个 这个胜利盃的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成绩啊 是的 打到8强的选手 可以获得40分的积分 再外加3000块钱的奖金 哇 一号球进了 看看这个二号球在哪里 底带的呛死 哇 会不会让比赛结束呢 就要看看这个二号球的准度 以及四号球的做球了 好 待会我们回到台面的话 注意看一下这个四号球的位置 好 我们看到啊 这个四号球的旁边有个五号球 所以说这个四号球 只能够来做这个左边的底带啊 所以说这样三号球的角度很重要 好 跑进 看看三号球 母球不能再走了啊 母球再走的话 这个要做四号球有点困难了啊 我们现在看看三号球是不是 是不是直球啊 如果是直球的话 当然直接推干就可以做到四号球 那么这样子一来啊 太完美了 这样子一来我想比赛应该结束了啊 这个 这个在这个紧要的关头 我想真融合应该是 哎 外脚清淡 而且 母球的力道 出现了问题 怎么搞的呢 才正要说没问题 结果就产生问题 哎呀 这 他一句这个 台湾话 这 没玻璃 不能夸奖 不能夸奖 一夸就糟糕了 一夸就糟了 哎呀 这个 结束比赛的一局球 结果这个 而且三号球又做得那么漂亮 这个最困难都打出去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是 这是嘎比卡前面九号球 没打进 嘎比卡又抱了一个怀疑的态度 摸摸球台步 哈哈 哎 现在正融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对 正融合这个球 哎 真的是推 刚刚没推动 怎么搞的呢 哦 打得很薄 还好 安全球都还打得不错 这个 这个进攻虽然说不理想 不过防锁倒是 今天倒是一百分 嗯 我在想 刚刚 还可以讲一百零一分 我刚才给他加一分 刚刚这个嘎比卡看到正融合 做三号球 做到这样 大概已经准备要拆球看 对 好 看看嘎比卡要不要来灌底带 四号球 虽然没错 灌底带啊 但是哎呀 今天 今天 今天打比卡好像诸事不顺啊 嗯 嗯 摇摇头 这个球为什么要灌底带啊 因为这个球要做防锁也是很困难啊 所以干脆就进攻了 好 正融合 应该不会再失误了吧 哈哈 应该是不会了吧 这个 我都有点 哎呀 又有点状况了啊 这个 我都不见得替他担心了 母球贴了台边 有没有办法回到球台上方去 好 看看母球有没有办法回去 哦 还好 哦 这个真的是 现在 发生了 这个 这个 几次的这个进攻失误之后 好像让我们的 讲评也变得没有信心了 对 坦白讲 什么时候会出状况 我们也不知道 对 好 这应该没有问题了啊 九号球就要代扣 九号球打进 过得了胜利 郑罗和率先打进到了准决赛的比赛当中 而这场比赛的郑罗和是以9比3 这样子六局的一个差距呢 打败了他的对手来自于菲律宾的选手 Antonio Gabica 那么Gabica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在打进到了八强之后呢 他可以获得三千块钱的奖金 另外还有四十分的积分 至于郑罗和呢 他至少有五千块钱美金的奖金 还有五十分的积分 前面的比赛当中呢 最后两位选手是以9比3分冲的胜负 那么在Gabica这场比赛呢 大概自己也没想到呢 会以这么样一个选手的比数 输给来自于韩国的选手郑融合 我们看到呢 在最后的八强的名单当中呢 一开始我们看到了Chachawang 他要对上的是来自于台湾的选手 吴嘉庆这位年轻好手 那么接着下来 我们看到下半部 Warranty Amco 解决掉了I'm done之后呢 他要在八强的比赛里面 对上阿密 另外呢 普欣应这位选手呢 则是要碰上 Evan Reyes这位魔术师 那么根据我们今年 这个申理亚洲9号车群 会在前面三战里 好像还没有 同时有两位韩国选手 打进八强的过程 哎对 所以说呢 在这一战 就是台北战的比赛里面呢 我相信对韩国选手来讲 应该会是一个蛮大的丰收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对于来自于台湾的选手们 在台北战的比赛 虽然有八位选手参赛 但是却只有一位选手打进八强 有点失望吧 对 不过这个对吴嘉庆来讲 倒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 以一个新手来讲 第一次打入这个前面 所以说呢 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相信呢 会更让大家所期待 请说的观众朋友们 继续锁定 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转播 大家先迎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次再会